你 不好意思 路上有点堵车 等我很久了吧 没关系 你们节目决定 谁来做你们的投资人 双星CPE现在热度这么高 我们没有理由 不吃这波红利吧 你真是一个 特别专业的制片人 请坐 徐总也要参与讨论吗 我作为公司 工作做完了吗 这样蹲着不舒服吗 我还是先做好 我的本职工作吧 你们聊 谢谢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今天我来 主要想跟你聊一些节目的具体规划 我还是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价格越高就代表他越好 于斯那边我也接触了一下 但我发现 要跟他们建立信任感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 我还是想跟我熟悉的人一起工作 这么多年 不管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也不会让你对我的投资打水漂 今天 我们就是彼此最信任的合作伙伴 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那之后节目的具体流程 还有跟度假村结合的宣传方案 我会晚点发给你 好 今天我来 其实还想跟你说一下 节目你要嘉宾的问题 这些嘉宾人选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点缺少话题线 哦 如果我们有一对离过婚的嘉宾 这样节目的话题性 是不是能高一些 我觉得我们想到的人选 是一样的 我 不知道说我离婚了还能做朋友吗 怎么笑意都不会 谁啊 我 没睡呢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最近为度假村忙前忙后的 特别辛苦 我来慰问一下你 算你有点良心 我的良心可不止一点 我看 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皮肤啊 对吧 你这个笑我记得吗 上次你一笑 六百万没了 你这次与我干嘛 你想不想啊 参加《再见碰然行动》这个节目 邀请我参加 我跟谁啊 许诚舟 你不过还有别的前任吧 他那不算是前任 那是前夫 而且邀请我们俩参加 亏你想得出来啊 我才恢复单身几天呀 就要我重新建坟墨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以为所有的前任 都和你们少庆资批一样 分手了 还有人见什么 易南平的超话 动不动就为你们 逝去的爱情千道扫墨 我和陈竹离婚 那就是铁骨铮铮 断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让我主动回头 你觉得可能吗 我陈竹这点呼气 还是有的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其实啊 今天我来 完全是许承舟摆托给我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 他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什么总耍大小姐脾气 总是跟你生气 分开之后他才明白 你对他有多么重要 继续说 还有别的吗 他还说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许承舟之外 根本没人受得了他 这 这点说得太对了 他还举手发誓 他说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他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兄弟啊 游戏啊 统统都靠边 他还说 他会永远爱你 至死不渝 就算你变成了抬灯 他也会爱你 不过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抬灯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天我下班回家 工作了一天累得要死要活 结果我发现 他在那儿偷偷蒙眼泪 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结果这解到好 一直拉着问我 如果他变成抬灯 我还爱不爱他 女生的心思 有多敏感 多脆弱 他难道不懂吗 我不去问他你爱不爱我 我难道问别人啊 李简明白 非常支持 所以说 你要不要来我做一段假编 既然他诚心诚意地 求我原谅 那我就大发慈悲 给他一个机会 我也尝尝翻身 脓脓把歌唱的滋味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他的表现让我不满意 难不可要退出录制的 好的 好的 你就跟他说 就算他变成抬灯 许承舟也爱他 搞定 好的 昨天我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挺适合上节目的 谁啊 这一个不是我们高中的班长 何思悦吗 对 他自己经营了一个 科普类的公众号 粉丝数还挺多的 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评价也特别好 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有联系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尽快有他时间 确实 他的职业跟我们几个可以拉开差距 刚好可以丰富一下嘉宾的类型 好像是比我那些备权要好很多啊 谢谢你啊 可以为嘉宾的事情这么伤心 不是说好了 要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吗 你们的节目尽快落定 对我们度假村也有好处 所以 你有什么要求 就尽管提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不客气了 对吧 来 拿笔记一下 这份资料尽快发我邮箱 个人信息记得也附在里面 图片也给我来一份 我还要一个视频 我回去跟张旭提案 你尽快联系和思悦 我等你消息啊 到底谁是谁的甲方啊